爱美是人的天性 但你知道你身上用的彩妆香水是否通过检验 近几年台湾遭受塑化界风暴 爆发许多产品安全的争议 消费者在购买用品时 应该要特别注意是否符合检验标准 化妆品中禁止使用的成分 我想我们刚才检验长提过了 我们这个欧盟他们的这个标准 他们的要求其实非常的完整 比较严格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也要在国内 也要做相关的修正 第二就是订定这个过敏原化学品的化妆品 它的这个标示的规定 这个标示的问题 其实在消机会过去好多次的记者 会针对不同的商品 我们都检查出标示不合 我们法规的规定 虽然这个法已经存在了 但是很多商品都不合这个规定 最近消机会抽检的50件化妆品当中 有25件香水样品检验出 12种过敏原化学品 有22件香水样品检验出 4种人工射箱有24件香水样品检验出 6种荷尔蒙干扰物值得消费者注意 有一个国际组织他们所做的一份报告 那实际上看到里面第一批 那这个也是一个零本二甲酸类 这个是在我们国家环保署 毒化物里面锁列24种里面一种 那这个也有几家是去测到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参照那一份报告 我们会去测一些就是人工射箱 然后去测一些过敏原 以及测一些荷尔蒙干扰物 那这边或多或少都有测到 那我们国家目前都没有这个规定 那国际间有一些有 那我们觉得这一个可能是要请 或许政府机关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们这个资讯出来 也可以提供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参考 现在网路购物发达 许多消费者没有看过商品就订购 常会引发消费纠纷 除了产品品牌之外 品质与声誉也都是消费者应该要注意的